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國內幕節目 我是雨桐 今天要和大家談兩個新聞 第一個是習近平高層講話曝光 內臟危險訊號 還有一個爆炸性新聞是 宣傳共產主義被判逸五年 我們先來說第一條新聞 7月16日 中共《求是》雜誌公布了 習近平在5月份政治局集體學習時的講話 主要談到所謂的 深化中華文明貪越工程 但是在這個講話中 出現了極其罕見的內容 講話內容一開始 習近平就引用了毛澤東 是1938年所說的 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 有它的特點 有許多珍貴品 我們不應多各拳歷史 從恐怖指導孫中山 我們應多急以總結 成立這份珍貴的遺產 然而中共的八年歷史已經明顯證明 對於中共所說的 我們不能只聽過是怎樣說 關鍵要看它怎樣做 比如問現在初期的一場 所謂的破舍舊運動 什麼破舍舊呢? 是1966年6月1日 中共《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社論題為 《幻想殺猶鬼蛇神》 並提出要破除幾千年來 一切以摩扎階級所造成的 都可以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 這就是所謂破舍舊的口號 1966年8月召開的中共八格十一宗全會中 通過了所謂《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又明確規定破舍舊 立四身是文革的重要目標 港多明就是以黨文化代替中國傳統文化 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之後 第二天,北京的紅衛兵就開始走上街頭破舍舊 在中國的酸度和隱度下 紅衛兵衝擊寺院、古蹟、賭毀神佛索盡、石碑、牌坊、破衛物物 並開始大規模的抄家行動、查抄、焚銷、藏書、名家字畫 紅衛兵更強迫使物交出他們存有的所有黃金和品 廣東名作家巡幕曾這樣評述文革 他說:「這真是空前一場浩劍 多少百萬人天年困頓 多少百萬人狠狠以忠 多少家庭紛崩離析 多少善兒童變成流氓惡君 多少書籍被扶植一舉 多少名姓故事還租破壞 多少鮮賢墓被滑吊 多少罪惡假革命之名以進行 在所謂破舍舊中 近北京市就有三萬四千多戶被抄家 近西城區一個複衰警街道 抄走一千零內一戶人家 所屬圖書字畫焚銷了整整八週夜 整個北京市抄走古舊圖書達兩百三十五萬多冊 抄走的瓷器、字畫、古典家具這三項將近四百萬件 疑惑遠距的三百米長廊 吸毛蘇亭抬頭角和精緻彩畫 都成了反動文物、必須消滅 上海無價之堡 農華三寶之一的 泛金疲勞佛將高揚七尺 蓮花座下撥有千佛 紅偉被門一陣暖棚即成碎片 尼立店供奉的尼立法新報道和賞助將 竟被撼走了頭腦 全國歌地名人古墓、古廟古蹟、秘毀的藍以計量 習近平的這番講話 其中最令人震驚的是 他引用了《明澤東議員》下的這段講話 他說 孔夫子所以成為聖人是因為他是革命黨 到處參加造反 說孔夫子著春秋而亂神賊之據 在萬字講的 其實當時孔夫子周遊列過 在哪裏造反他就到哪裏去 哪裏想革命他就到哪裏去 所以千人不可一奔沒殺 不能簡單地就是打倒洪家店 相信很多人提到這番話 都會大喜一驚 我們在隨後會進一步為大家分析這段話 先來講一下 習近平的這段講話 證實了此前港位留處的一篇文章 去年12月16日 華盛領郵報刊登了一篇文章 將王滬寧形容成 中共國最危險的一個男人 華盛領郵報這篇文章的作者 是美國知名的廣播節目主持人 有意特 文章說 王滬寧這個人雖然先為人知 但他都負責制定中國未來的政策 而且他對最高領袖習近平有超速的影響 因為他是政治局常委 所以他可能會強制執行他的願景 現在美國國家安全部門 在努力研究王滬寧 因為他們覺得中國未來的政策 要從王滬寧身上找到答案 所以美國不管是安全部門也好 包括政要也好 他們都在研究王滬寧 王滬寧是中共則常委之一 習近平每一個標誌性的政治概念 都是他提出來的 包括中國網、反富運動、一帶一路、戰狼外交 甚至習近平的思想都是王滬寧提出來的 每一次習近平在直接重要會議或有重要行程的時候 任務可能都會在背景的照片中歡迎王滬寧 他從來沒有離開過領導人太遠 但這裡面有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 王滬寧被稱為三朝帝師 他是江澤民時代的政治理論家 胡錦濤時代的政治理論家 他也是習近平時代的政治理論家 而中共這三個領導人 他們互相之間關係特別緊張 尤其是習近平和江澤民之間 因為當年江澤民想通過薄熙來搞政變 將習近平推下去 因此習近平這些年通過反腐 不斷清洗江澤民稱呼安澤的人馬 雙方已成水火之勢 而王滬寧是被江澤民首先提拔起來 但他似乎又獲得習近平的信任 這只能說王滬寧非常狡猾 是伊朗蘇帕馬、團摩尚義 王滬寧曾於1988年赴美愛學華大學 及加州伯克利分校的政治科系 做過訪問學者半年 1989年回國後 呵防中國大陸發生六四事件 王滬寧認為中國需要有一個強敵的 中央集權的黨力管理國家 他認為中國文化上需要有統一和自信 但這種文化的統一和自信 建立在什麼之上? 這就是王滬寧現在或三十年以來 一直想努力做的工作 他想創造一套新的核心價值觀 他這種核心價值觀 按照《華盛頓日報》的說法 就是將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的瑜伽 《華家三者結合起來》 還以擊授西方國家主權的概念 民族主義的概念 他要將這些東西融合在一起 來抵制西方自由主義的影響 回頭出來看看習近平的這篇講話 既要深化作為文明探員工程 又帶探毛澤東的革命造反 顯然習近平受了王滬寧的影響 而之所以說 毛澤東這段講話釋放出危險信號 是因為其中有兩大關鍵詞 一個是革命、一個是造反 可說在十年號中 一一充飾的就是這兩個詞 同時這段話雖然表面上話 不能簡單地打倒孔家店 然而毛澤東將孔子汙滅 是甚麼革命黨時 其實是對中國傳統文法真正的曲解、扭曲 是真正的破壞 如果誰相信這番話 會不知不覺中將造革命黨和造星人等同起來 並在這個貌似崇高的目標下 做出中共要求他做的陰寒事件 想想這有多可怕 這樣的事情 在幾十年前的中國大陸 就已經真實地發生過 我們剛剛說了 毛澤東這段話的兩大核心關節 就是造反革命 其實在延安時期 他在慶祝斯特六十歲生日時 就已經公開宣稱 毛澤東的道理千條萬水 歸根結帝 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 很多現年輕人對造反有理的四個字 可能亡言不知 但經歷過文革的風乾年代的人們 聽到這四個字可能會不寒而律 即使是幾十年後的今日也是一樣 1906年6月5日 《人民日報》讓讀者重溫這個造反有理 後來清華附中的紅衛兵 就將這四個字用進了他們的大字報 當他們將這些大字報送到毛澤東後 正宗毛澤東下環 毛在迴訊內興奮地說 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 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 最後毛澤東一共八次接見紅衛兵 支持他們的行動 極大鼓勵大批青年起來造反 從此以後造反有理成為文化大革命中 最主要的口號 這句口號將民間的破壞力量 帶到全國每個角落 因此毛澤東的這段充滿革命 造反言論再現在中共政治局的集體學習中 並攻之重視確實釋放出危險的信號 剛剛講的這個消息 可能會讓大家心情非常壓抑沉重 下面我們還有一條好消息 要來和大家分享 在之前的節目中 我們和大家分享過一個好消息 引發很多網友的熱情點讚、留言 今天消息就是 7月5日在烏拉租俄羅斯入緝的背景下 根據烏拉法院官網通報 第八個正常屬法院下令永久取締烏拉共產黨 該黨及其各地區、市、區組織 其他機神組織與其他結構實體的財產、資金 和其他所有資產都要上交給國家 講多明就是全部沒收 近幾天後 另一條爆炸性消息來了 7月13日 英國共產黨的《實聲報》報導說 一名烏拉女子 應在社交媒體上發佈 象徵共產絕劑標誌 而被判入獄5年 此外烏拉政府還鼓勵人民舉報此類行為 你沒聽錯 一位社交媒體上發佈象徵共產絕劑標誌 而被判入獄5年 據烏拉政府網站報導 這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女子 十二日在伊曼諾 烏拉幾乎私下細部地區被判入獄 她的罪名是 宣傳和公開使用共產主義極權政權的標誌的罪行 烏拉營發命令禁止這一行為 檢責官的法庭證明 這名女子 有組織感分化並公開使用象徵 共產主義極權政權標誌的材料 那些材料 宣傳了復興和恢復疏劣的思想 為罪惡的政權辯護 美化這年齡同私大樓 當局務透露這名女子的姓名 她住在西部城市伊曼諾 忽納基夫時刻 這名女子對共產主義的支持 被烏拉地區安全局曝光 並進入了余審調查 烏拉共產黨於7月8日被永久取締後 該黨的黨報工人報和網站長職被關閉 烏拉共產黨令人 皮特羅西蒙年科被禁止參加2019年總統選舉 因此當好多朋友們為中國前途憂心匆匆時 當日盟在問著同一個問題 共產黨什麼時候倒台時 讓我們看看烏拉 現在烏拉永久取締了共產黨 兵嚴金宣傳到公開使用共產主義極權政權的標誌 那這一日在中國還會遠嗎? 不會遠了 我們將持續地對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進行報導 為大家提供真實的資訊 因此提醒你不要忘記了訂閱這個頻道 也麻煩你為我們這個節目點個讚 並幫助我們轉發 多謝 以下是今天的中國內幕節目 感謝你收看 再會 我記得幫助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